当地时间2月17号下午,正在毛里求斯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中国文化中心参观,受到毛里求斯高级官员和正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们的热情临近。 位于毛里求斯路易港南部贝尔村的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,成立于1988年,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。 中心汉语语音教室里正在上中级班听说课。 胡锦涛主席走进教室,亲切地问候大家。 朋友们,大家好。 我带来了中国人民对你们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 谢谢。 学官面面,请发好。 学员们用标准的普通话,齐声朗诵,修饰诗作, 隐湖上出秦后。 遇马西湖比西子, 单创农果总相宜。 一位名叫木兰的法国学员准确解析了失踪对西湖美的赞誉之意。 胡锦涛夸奖穆兰汉语说得好。 一位印度裔学员告诉胡锦涛主席, 他学汉语的初衷就是想在赴中国旅游时能同中国民众直接交流。 胡锦涛主席又来到武术教室, 正在习武的学员们兴奋地围拢过来。 胡锦涛主席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。 习武学员年龄最小的七岁, 最长者已经入寻。 孩子们先表演了一套少儿拳, 而后几位年长者在中国音乐伴奏下表演了太极拳法。 胡锦涛主席为他们的精彩表演鼓掌对对他们说。 你们的表演非常精彩。 学了武术啊,第一可以健身, 第二可以了解中国文化, 第三可以增进中国跟毛利求斯两个人民的友谊。 随后,胡锦涛主席走进舞蹈教室。 乐声响起, 女孩子们跳起中国舞花开时节, 婀娜的舞姿展示出从春绿到飞红的变换。 表演结束了, 胡锦涛主席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。 得知学员们在这里学习了苗族、遗族、藏族、瓦族、猛族等多种中国民族舞蹈, 并学习了相关的中国民族文化。 胡锦涛主席鼓励大家说, 看到你们的表演感到非常高兴, 你们动作娴熟, 舞姿优美, 相信你们一定能在学习中国舞蹈上不断取得新成绩。